今天大盘最后下跌了108点 你们心里面一定会问 会如何 答案我已经写在旁边了 好 我们现在开始正式进入解盘 今天是2022年9月16号星期五 今天网统解盘呢 先讲两件事情给你听 第一件事情 你先看这个新闻一提 看清楚哦 iPhone14 iPhone14 买气爆棚 PC后 PC后你们总认识吧 开麦五分钟 业绩破亿 看到了没有啊 看到了 所以啊 这是今天的新闻啊 今天的新闻啊 那这个新闻是台北报道 你自己看啊 记者的名字还在这里 台北报道 所以王同告诉你 没有不景气 只有不珍惜 苹果手机秀给你看 在今天以前 前天以前 不是大家都看坏苹果 苹果完蛋了 苹果完蛋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今天看到的是 人家 预售卖的手机破亿 卖到封盘 怎么回事啊 这我都搞不懂了 再来我来讲第二个 第二个我有时候 实际上是因为 我看不下去 全市场都在讲 升习三马啦 升习三次啦 升习40%的机会啦 一直不断恐吓你 王同今天呢 就把美国升习的背后原因 是为了做什么 我今天讲给你听 而且我今天是用最简单方式的白话文讲给听 我也希望你们听懂以后 去互相比较一下 为什么他们不敢讲 只敢用这些表面的诗传给你 因为他们就典型的传声筒嘛 美国升习 美国你不要管他升习几次啦 那都是美国的诗 你看美国升习 升习三次 升习三马 升习四嘛 都无所谓 你要知道他们这次升习的目的是干什么 是要逼迫 在全球美国的资金 叫他们回来 那台湾有没有 台湾也有啊 那些资金是什么 就是假外资 你们很多人误解了 所以他们资金拿回去 去赚美国的利息 胡说八道啊 真的胡说八道啊 王同已经曾经跟你讲过了啊 我一百万放在银行 一年才多一个percent 一年才多一万块 我就多三个percent好了 三个percent 好吧 我也不过多三万块利息 一年一年 有人那么笨啊 去把钱放在银行里面当定存啊 不可能的 那么他们这次干什么呢 这次是一位在川普时代 川普时代 他是采用零利率 这都知道了嘛 川普时代就是零利率政策嘛 所以很多企业 很多人有关系的 都跟美国借钱 跟美国借钱以后 干嘛 跑到全世界各地去投资 美其名是投资 事实上就是炒股票了 因为炒股票才能够变现最快了 你说我就干工厂 买设备 做生产 那个你一时之间回不来的了 那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买股票嘛 那买股票 结果那些人现在发现一个事情 我当初跟美国借钱的时候 几乎是零利率 现在的利率提升了 我的压力是不是要变大了 那既然是如此 我干脆就先把手笼吃 我先除掉 除掉 除掉以后就个钱就回到美国 然后就减轻我的压力 现在大家清楚了没有 美国升级的目的就在这里 也就逼迫那些人 在大陆中共地方投资的 叫他赶快撤回来 目的在这里 没有讲台湾了 那台湾的资金出去什么 是假外资 不是正统外资 这句话请你听懂 所以王同今天呢 稍微花点时间 把这个升息背后的原因 讲给你们听的 你们应该只看到 人家讲 升息啦 升息啦 那升息背后干什么 所以我常讲嘛 升息是美国的事情 跟台湾什么关系啊 现在大家清楚了没有 因为这就是整个资金的回流 你连资金到哪里 资金怎么流窜都看不懂 还来玩股票 还来玩国际金融 那我只能跟你讲 你早死比较快了 对不对 王同今天呢 花点时间 把这个情况都讲给你们听 我想啊 没有人会讲得出来的 所以王同常常讲 你们不要再接收到 这些错误的讯息 接收到错误的讯息 是害死你自己的 你听王同把整个事情 讲完以后发现到 程度是不是完全不一样 昨天呢 我花个时间跟各位讲日币 看过的人都知道了 今天我稍微花个时间 跟各位讲 美国升息的问题 所以美国升息的目的 升息的背后原因 背后最大的目的 是把全世界的资金赶回来 现在清楚了吧 尤其是在中国大陆 投资的一些资金 逼他回来 就在这里 好了 我也帮你解完了啊 最后要告诉你 近期我们有一个 2022发财新的优惠案 对不对 那个粉丝呢 你再想万元的折扣 这个优惠案 速播专线 02-6630-321 02-6630-321 我现在只能告诉你啊 这个优惠案 直到这个礼拜天为止就结始了啊 那同时我这边也顺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啊 我也帮你损备好了一档个股 这档个股啊 有看过的人说 哇 真的是很棒 非常棒 代号三字头 股名两个字 剩下我不能再讲了 好 再多讲一讲了 股价很便宜 30块以下 这样够了吧 那我内容部分不能再讲到多了 因为我说他要做什么的 他是在做什么 你马上猜出来了 所以我现在只能跟你讲到这个地方 这档个股呢 下个礼拜一 就准备要进场了 好了 现在我们开始看 今天王冬盘训啊 9月16号9点16分 9月16号9点16分 都是916916 大盘也下跌1617点开出 今天盘市低盘开出后 还未先下探 低点在14550点附近 结果现在低点是达到14521 稍微多了一点点 再看啊 然后会再拉伸 今天受利空影响 再度测试底部支撑力道 今天指数会收黑 但K线会收红K 操作是一进步一出 结果今天我们的K线没有收红K 还是收个黑K 但是这个黑K是小黑K的 来给你看看啊 看这个图好了 还是不是小黑K 对不对 我现在顺便帮你解一下 你看这天低点 今天低点是14397 大家看这一天低点 这一天是14522 今天低点14521 还有人讲 哎呀老师是破底了 这个不重要 这个完全不重要 假如破底是 一口气下去 那才是破底了 今天跌破一点不重要的 没有那个意义的 完全不重要的 只有一些不知道的人啊 一些阿呆啊 每天画线啊 跟你讲那一点很重要 王瞳一直告诉你 个位数我都不看的 所以呢已经测试三次了 测试三次的很稳 非常棒 所以王瞳今天就告诉你 你看看这种讯息 这就是预告今天 对不对 有本事 就像王瞳一样嘛 预告今天 我不要跟你讲明天后天 不需要了 你今天都看不懂 还要看明天后天 好 再来了 我们今天稍微看一下啊 9月16号 礼拜五 今天盘跌了108点 今天是尾盘 负责指数调整的 所以呢 才报了个大量 那简单讲 你可以看 我们看一档各国好了 来看一档啊 2330 台积电 你看台积电 尾盘报多少量 2万多张啊 那你看台积电 今天的K线 你自己看 今天 今天啊 我把他的线拿掉 今天 我告诉你 今天的台积电是进货盘 进货盘 下礼拜一 他就直接跳空向上了 够不够啊 下礼拜一 他就直接跳空向上了 你要的就是要王同将解盘的嘛 是不是 难道我每天跟你胡说八道啊 好了 再看下个 今天 9月16号 礼拜五 跟我标题上写的一样 整理尽尾声 下个礼拜三 有本月份台子期的结算 那么 会如何 我这边不方便跟你讲太多 但是我会在索码里面会讲 那么 我的会员朋友们 你们都知道会如何 好了 今天就帮你讲到这里啊 我只告诉各位 安心去放假吧 不要担心 不要想太多 盘不会叉了 我们下个礼拜一 同一时间再见 谢谢各位 岸边看海 波涛汹涌 高空看海 可见今来 古海茫茫 唯一明灯 王者至尊 王同老师 善于解读 主力筹码 顺势而为 看盘功力 深准惊人 个股操作犀利 洞悉产业兴衰 波段 短线 无往不利 唯有王同带您走向 财富的康庄大道 速播至尊专线 02 6630 3221 6630 3221 华冠投顾111 尽管投顾新字第015号 华冠投顾 首推荐分析之个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甚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顾111 尽管投顾新字第015号 周围 tables 达111 下达不清 假锅 达112 达111 达113 达11自罂 前达113 达113 达1 达114 达113 达114 达1 达114 达11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